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以色列军队12月13日宣布 12月13日新增一名乙军阵亡 自以色列发动对哈马斯的战争以来 已经有115名军人在加沙地带阵亡 其中10人在12月12日死亡 这是以色列方面一天内阵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以色列军方称 包括两名高级军官在内的这10名军人 是在加沙北部的战斗中阵亡的 12日阵亡的9名军人 来自清角加沙西部城市苏贾亚的哥兰尼旅 军方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说 当天下午 哥兰尼旅的士兵进入一处建筑 他们在这里遭遇恐怖分子 并遭受猛烈开火 我前天的影片介绍过这次战斗 哈马斯方面 用事先埋设在建筑物中的炸弹 再加上多名人肉炸弹自爆 摧毁了当时乙军入屋搜索哈马斯武装人员的建筑物 导致进入这座建筑物的13名乙军9死4伤 这是哈马斯对乙军一次非常成功的伏击 虽然战争中难免有伤亡 但乙军这次行动还是有重大失误 当时包括这座建筑在内 周边共有四个建筑物被哈马斯武装人员事先埋设了炸弹 在发现哈马斯武装人员从建筑物内使用轻武器射击时 乙军步兵没有呼叫炮火和空袭摧毁这些建筑 而是进入室内搜索 从而落入哈马斯射下的陷阱 这可能是乙军指挥官看到国际舆论强烈批评 为减少平民伤亡率领步兵进入室内实施精确打击 而不是使用重火力摧毁建筑物 因此给自身带来重大伤亡 遗憾的是 两名身先士族的乙军高官连同7名下属为国捐躯 另有4人重伤 12月14日报道 以色列军方疑似在加沙地带投放传单 悬赏40万美元追捕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 新瓦尔 除新瓦尔之外 乙军同时悬赏30万美元 以获取新瓦尔的兄弟穆罕默德 新瓦尔的信息 悬赏20万美元 以获取哈马斯汉尤尼斯营指挥官拉法萨拉梅的信息 悬赏10万美元 以获取哈马斯军事部门指挥官穆罕默德 得一的消息 显然这些哈马斯骨干成员在地道中隐藏得很好 乃至以防情报部门无法掌握他们的确切行踪 美国总统拜登敦促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中更加谨慎行事 而美国官员确认 美国要求以色列将战争转向以高价值目标为重点的低强度行动 以减少平民伤亡 拜登当地时间12月14日 对记者说 我要他们专注于如何拯救平民生命 并不是要他们停止追击哈马斯 正在中东访问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即将访问以色列 他将与以防官员讨论 将袭击转向以高价值目标为重点的低强度行动 沙利文和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 将详细讨论 把其余人制带出加沙地带的努力 双方也会就加沙地带的未来 应该由巴勒斯坦人管理进行沟通 沙利文12月14日公开表示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需要由一个更新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来领导 确保10月7日的悲剧永不再发生 美国政府这个立场 其实已经跟以色列政府相当一致了 美国不再强调 由阿巴斯领导的巴自治政府来管理加沙 而用了一个跟以色列方面相一致的说法 由一个不对小孩进行仇倚教育的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来管理加沙 过去24小时 以军在加沙地带北部人口最为稠密的 舒甲亚和贾巴利亚附近 与巴勒斯坦极端武装组织 哈马斯、杰哈德、民阵、人阵成员 展开激烈战斗 在12月12日 以军遭受九死四伤的重大人员伤亡后 以军行动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以色列国防军使用了步兵、装甲部队、空军和侦察部队 联合清剿巴勒斯坦极端武装 以色列国防军摧毁了这些民兵组织的基础设施 并在贾巴利亚难民营发现了武器 引导直升机袭击哈马斯的狙击手阵地 12月14日 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北部 俘虏了70名巴勒斯坦武装成员 以色列国防军公布了巴勒斯坦人 离开卡麦勒、阿德万医院的图像资料 其中一些人携带武器 以色列曾多次报道哈马斯违反国际法 利用医院进行军事活动 乙军在南部地区的行动 继续受到巴勒斯坦武装的顽强抵抗 乙军继续在汉尤尼斯的东北推进 卡西姆旅和圣城旅声称 至少有一次联手 用迫击炮袭击了在汉尤尼斯以东推进的乙军 乙军在汉尤尼斯发动了几次袭击 摧毁了一些坑道 一个火箭发射场和一个武器储存设施 12月14日 巴勒斯坦武装从加沙地带 向以色列进行了两次间接火力袭击 卡西姆旅和圣城旅 都声称对以色列南部苏法的袭击负责 12月14日 乙军结束了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捷宁 为期两天多的抓捕行动 期间与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发生了9次交火 乙军成功抓捕到了名单上的 60名巴基斯坦极端武装组织成员 过去24小时 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 从黎巴嫩南部向以色列北部 发动了4次袭击 以色列依然以猛烈炮火和空袭还击 亲伊朗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 真主党声称对针对驻叙利亚美军的 单向无人机袭击负责 伊拉克军方发言人叶海亚 拉苏尔少将称 伊拉克安全部门逮捕了12月8日 袭击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的多名肇事者 同样受伊朗支持的呼塞武装 在曼德海峡附近对丹麦所有 悬挂香港特区旗帜的马士基 直布罗陀集装箱船发动了导弹袭击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12月14日表示 要全面消灭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并不容易 因此战争可能还会持续数个月以上 但以色列最终会获得胜利 以方的最新表态并不意味着 哈以战争真的会旷日持久 而是以色列政府表达在彻底铲除 加沙地带哈马斯武装的强硬立场 即不管时间需要多久 绝不放弃实现这个战争目标 美国白宫则表示 希望战争能缩减规模 尽快结束 并指若哈马斯认输 战争可能今天就会结束 拜登支持者多数为钦巴勒斯坦人士 因此白宫不得不反复强调 以方军事行动应尽量减少平民伤亡 并确保人道主义救助及时到位 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仍在继续 包括地面作战和空袭 尽管哈马斯及其支持者 不断指责以军空袭 造成了大量平民损失 但统计显示 在本次战争中 以军每次空袭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 是21世纪以来 所有全球冲突中最低的 这被认为说明了 以军在空袭中 尽力降低了平民损失 注意 这里说的平民死亡人数 来自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 如果还不是太糊涂的话 应该知道 加沙卫生部提供的平民死亡数据 存在诸多问题 包括有意夸大和将哈马斯武装分子 也列为平民 当然 哈马斯等武装也在不断还击 主要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 天空新闻报道称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数据 自10月18日以来 哈马斯等武装 从加沙地道的人道主义区 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总计 118枚火箭弹 其中38枚落在了加沙地带 伤害加沙平民 人道主义区设置的目的是 为了防止战争对平民造成伤害 哈马斯等武装利用人道主义区 发射火箭弹并不奇怪 大量的图片和视频等证据表明 哈马斯等武装在联合国机构和学校等 设施附近发射火箭弹 联合国等国际机构 不可能知道这个问题 但依然选择了沉默和无视 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了 联合国近东工程处存在的问题 据耶路撒冷时报报道 因为涉嫌美化和煽动恐怖主义 下辖教育系统每天都在向那些参加10月7日大屠杀的人灌输仇恨 瑞士国民议会以投票决定取消对联合国近东工程处的资助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残酷恐怖袭击使瑞士明确了立场 此举引发了哈马斯的强烈不满 敦促瑞士国民议会撤回决定 哈马斯不满的还有美国和英国 这两国政府制裁了多名哈马斯高级成员 理由是涉嫌参与袭击以色列 哈马斯为此发表官方声明 强烈谴责美英两国政府的制裁措施 他们不但对我们的人进行虚假指控 还妖魔化我们这个神圣组织 我们敦促美英两国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 并停止对以色列的支持 既然说到了哈马斯高级成员 有消息显示 从卡塔尔和黎巴嫩消失的那些哈马斯高级成员 已经抵达了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 那里有哈马斯在今年8月建立的一个办事处 获得了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欢迎和庇护 鉴于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倾向性 以及以色列政府发誓要杀死这些哈马斯高级成员 以色列和阿尔及利亚很可能会围绕这些哈马斯高级成员 展开一场暗战 对以色列来说 在阿尔及利亚发生这场暗战 要比在卡塔尔更好一些 不管怎么说 卡塔尔都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 动手多多少少 有些不方便 不过 即便是消灭了哈马斯 预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敌势 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 巴勒斯坦政策调查研究中心PCPS2 的一项民调显示 72%的巴勒斯坦人 仍认为 10月7日对以色列的大屠杀是正确的 令人意外的是 在法塔赫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地区 支持率高达82% 而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 则只有57% 看起来 法塔赫控制下的约旦河西岸民众 对以色列仇恨更深 这也解释了 自开战以来 以色列国防军在约旦河西岸 遭到的一系列袭击和随之而来的反击行动 Bisegrad24的报道显示 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 已明确发出警告 如果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与哈马斯合作攻击以色列军队 以军队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下属部队的攻击 将摆在桌面上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为何一直 不愿按照联合国两国分制的决议 迟迟建国 看起来是有很大民意基础的 不仅仅是法塔赫有自己的小心思 而是巴勒斯坦人 也感受到了当难民的好处 很多势力则有意无意地 加深了巴勒斯坦人 对以色列的仇恨 而不是化解仇恨 至于巴勒斯坦地区 到底该怎么划分 联合国有着明确决议 只不过 有人打着从河到海的幌子 不想要和平 而是要利用仇恨和战争 来满足自己的阴暗欲望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